我们想这诵经念佛给别人回响 这有功德了 是不是真的有功德 我们拿什么回响 为什么天天回响 常常回响 还有很多 愿情在主跟在身边 古人回响有效果 经人回响好像效果不胀 只有在大型发挥当中 那个集体的力量 能产生效果 集体力量 何以能产生效果呢 你说几百人当中 总有一两个真修行的 我们就沾了它的光 如果一个真修行的都没有 那个效果就很有限 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 明白之后 那你就晓得 我们的真修 真干 不可以干假的 真干 真有功德 这个回响 才能真真起作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真修了 不能说你没有修 你是在修 你怎么修 都修不成就 怎么 都没有办法跟古人相比 这个要知道 佛在一切经历 大臣小臣 弦教密教 没有一法 不实一 戒定会三续 戒定会三续 是一切祝福 不是释迦牟尼佛一课 十方三十 一切祝福 教化众生的根本 佛叫什么 就叫这三样东西 因戒得定 因丁开会 那你要想 这像一个字 书末一样 戒是根 定是本 会是花果 开花结果 那要没有戒 所以 他就等于临了 现在夜堂法会 做完之后 还有我们 看不见的这些众生 这些灵性的众生 偷很多信息给我们 他没走 他得的利益很有限 那这是我们对不起他 我们靠佛 以佛的这个功德 佛的功德 怎样才能给你 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 说过很多次 佛加持我们是相对的 我们有一分功德 佛加持一分 我们有两分功德 他加持两分 我们没有功德 他加不上 他是念我们的加不上 那我们有 设分功德 佛就加持设分 他决定是相对的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用功 不能搞假的 佛加的戒 根本戒 这是戒律的基础 我根呢 是五戒是战 千万不要舒服 这叫小小戒 我出家的时候 我们的老爷辈 告诉我们 这是小小戒 什么是大戒 比丘界是大戒 菩萨界是大戒 大戒瘦了 有没有做到 没有 为什么做不到 跟没有 怎么学 都学不像 这个问题 大家都感觉到 佛法衰了 真的衰了 不但衰 可能会灭掉 这个佛 受苦 戒没有了 佛法就没有了 就灭掉了 经留在世间 有人去研究 当做学术去研究 变直了 他没有办法 帮助你 聊生死 出三戒 也没有办法 帮助你 往生 极乐世界 为什么你不是真的 依照经典的方法 理论去学习 真干 行 那有功德 不是真干 没有